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繼續講這個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有聽眾都說他們都懷念高登時的post 就是極黑的不知道什麼春 Moses就問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講EVA 因為等了很多年 EVA好像是有主持是想講的 因為大家如果熟悉我一點都知道我很不喜歡這套 應該是不會上班看的 沒有啊 因為講這個題目一定會被人扔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不敢講 冰芝有想過排 但你看看他連排上來的勇氣都沒有 EVA的難度大過這套東西很多 這套是垃圾來的 你為什麼用一套垃圾來跟EVA比 垃圾是不應該跟任何的漫畫比 這是我看過最垃圾的一套 其實要找東西跟EVA比本身就很困難 但是比如你們第一節這樣說 因為他後半節 那種向EVA致敬的味道太重 那你自然就會想拿來跟EVA比 但真的比不到嘛 為什麼會為了動漫廢物講這一套 就是因為他真的適合我們 哈哈哈哈 最壞都是阿Long的 我也忘了跟大家交代為什麼他講這套書 因為阿Long聽完我們講東京復仇者那一集 他就跟我說起 他說聽東京復仇者那一集 就聽得很不爽 就因為我們還沒講後半段 崩壞的東西還沒開始講 他覺得我們的套組不過癮 所以我就說下次講東京復仇者找你 但是他跟我說這套《極恰的布林希爾》是垃圾 說了很多年 我推了很多次 我經常都說 這些垃圾你上來一起講 他經常推我 我說不行 講東京復仇者之前 我要抓你講這套 我覺得是 有什麼漫畫我們應該要看的 除了很好看的漫畫 還有很垃圾的漫畫也要看 平平用用的那些看不看就沒所謂 但很垃圾的那些 垃圾到不得了其實很難找的 跟好看一樣難找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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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開頭不是真的很差的 開頭 雖然 你說 我覺得開頭呢 其實是正正上上 但都偏差一點的 因為他很多設定上的東西 或者他一些的 寫作的手法 其實很明顯都很不成熟 都是偏向一廂情願的那一隻 而且比較罐頭一點的 但是他書中有脈絡 我會這樣看的 我會這樣看的 這套書呢 漫畫真的要拿著一本書看 尤其他本身就是一本書 他不是條慢 拿著一本書看 應該會好看一點的 對於我的理解來說 應該會順暢一點 當然 因為他那一頁的分鏡 他可以說到多些東西給你聽 嗯 但是 但是 我很不幸 我只能夠 我只能夠 我只能夠偷看 在網上偷看 那網上偷看的那種感覺 是真的差很遠 但是 我覺得 在故事來說 偷 偷 不 就是解約的那一段 都更好看 因為他真的嘗試 用一下腦 你剛才提了很多 很多不好的東西 OK 我也同意而且接受 嗯 有些東西是硬來的 但是最少 你 你 好像真的 在嘗試著 鬥志鬥力 但是到 去到第一次 華爾基尼 走來炸了 小城鎮那段 我記得我在主持 那個discord上 post了一張圖之後 嘩 在玩到這麼大的 你 你炸到這樣 其實很難回頭 但是從那裡開始 就出事 我自己覺得 我想我組你一點 我是由 100% 預知那個魔女開始 哈哈 英文都浸材了 哈哈 我覺得那篇開始 就 不行了 那些東西說不通 再之前那些 可能都是 沒有那麼 就是 中間有少少 奇怪位 但起碼我覺得 那個故事都是去到的 是是 去到100%預知的 不行 因為他之前的 譬如剛才曼記提過 他們要進一間藥廠偷藥 裡面只有一個魔女守住 那個魔女可以令他身邊六尺的東西都很粉碎 然後 他們不知怎樣 總之前後夾擊 然後 再加上 他們不知誰是可以 時間刀鑽 我已經不記得了 第一個 每個人 可以否回帶 回幾秒 會一分鐘左右 所以 梁太超會不記得了 黑羽的 空有沒有三顆字 那三顆字 那三顆字 我也想要 那三顆字 一直把他鑽底 現在變成了 空 阿朗 你的性癖這麼古怪 喜歡吊三顆字 哈哈 不行 他太吸引 那三顆字 你當阿朗 是賭勝的 阿朗 是要舉著 假的底不行 那他 他都沒有經常舉著 那耳朗沒有動過一顆字的位置 他說他長大了 所以 一顆字由 格拉底就稍微移了 去動個空 但是你這樣嗎 好像不是這樣 人體的構造 是啊 沒錯 我就是想說 你紋身 你不會把球大了 就走到球那裡 不是 可能他濃過空 所以你會拉我的皮膚 哈哈 真是神經病 其實我都是跟Sunny 大概差不多 那個位置 開始 聞到味道 聞到這套 復作的味道 尤其是 可能我第二次看 因為第一次看的時候 就很糟糕 就是我做漫畫的朋友 他們就看到他們在討論 我看到他們討論得這麼興高采烈 我又不想劇透 我就趕快走去看 看完之後我就 你們討論了什麼 究竟我這個垃圾 搞得我看完整套 我一直在想 他們這樣討論 會不會是 我還未看到好看的地方 嗯 看到第一部完 會不會其實後面第二部很好看呢 咦 都這麼難的 會不會結局很勁神反轉 反到你根本 無論怎樣解釋 你都看不明白他講什麼 還有畫面又亂 其實畫面亂 我覺得就 還好的相比起 如果跟東京復仇者的 狗來說 已經是有心機 亂和狗是兩種概念 但我也想回應一點點 雖然我也是看電子版 因為我那個是官方電子書來的 所以我看呢 我再加上Terry看 我覺得我看的那個感受 其實都很接近看書 當然電子書和實體書 始終都有分別 就是揭曉那件事 我哪怕看到 最後落機那段 是不是落機 落機 落機 落機那段 我都不覺得真的 很亂 但是我看起來 我看著 其實你搞到 因為他最後的外星人 是光之巨人 六十米高 有一個Ever 走了 寧波力巨大化 但是其實那個目的就是 只要我噴了主角落肚之後 那件事就完蛋了 但是 而那件事矛盾的就是 落機的暴走就是 我一定要吃人 而我最想吃的就是 阿當和夏娃 所以他就一定會再吃主角 而主角又很想給你吃 因為我給你吃了 我就可以去到A大園 然後取消你所有的記憶 而為什麼一個外星人沒有了記憶之後 就會終止行動呢 凌智都沒有了記憶 他都活動了這麼多期 其實這套東西另外 有一個感受也蠻特別的 我覺得是 他急得來又很拖 他好像很多東西想推得很快 但是他又很拖 他中間說很多無謂的事情 但是他講認真話的時候 那個節奏又推得很急 好像很多東西都推給你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一認真起來 就緊張 一緊張說話就快 他什麼的 他有一段說 因為那段又是很難按鈎的 剛才阿Long提過 那些角色經常都騙人 因為梁泰他們 在魔女獵人手上 拿到的東西 分別是一部電話 和一支使館 那支使館 他就交了給他的舅舅 應該是他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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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是大學的研究 研究博士 很聰明 研究了法國的使館 原來是外星人的杯胎 所以他的舅舅 就把杯胎一分為二 把一部份交給他的朋友 進行培養 另一方面 就交給梁泰 去做其他事情 那些不重要的 然後他的朋友 研究到外星人的杯胎 就約了小五郎出來 因為要講重要的事情 就約了一個很僅僅的公園 兩個聊天 他聊完 肯定是外星人的杯胎 好 我知道 這次發達了 我一定會拿諾貝爾 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然後他在笑的時候 小五郎就無緣的舅舅 我看他 舅舅什麼時候會殺人 什麼時候有這個屬性 舅舅是不是要黑化了 之後就沒有再出 就是這樣 是啊 還有另一方面 我不知道是文化差異 那個舅舅的朋友 他說 這次我要成為最偉大的人 可以成為小學裏面的教科書 也看到 成為小學教科書裏面 真的很偉大 我一直在想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這個項目很有趣 如果你是一個拿諾貝爾獎的人 你的看物 燈出來 起碼都 起碼都大學 對嗎 而且他說 他不稀罕諾貝爾獎 可以成為最偉大的人 因為 可以成為小學教科書上的人 那也確實是差 人人都要讀小學 你高中不是每個人都會讀的 不是每個人都會接觸得到 可能 哈哈哈哈 但是跟著呢 很唯有這樣安慰自己 就是有些 程度越深的書 你越少人會接觸的 哈哈 就是越多人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是的 普及 普及 哈哈 那跟著呢 小五龍呢 就把這件事交給Larser 然後Larser當然會發送給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就說要開記者招待會 宣佈有外星人這件事 那當他打算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身在遠處的馬其拿 就一下子炸了整個白宮 所以美國總統又死了 那就世界大亂了 嘩很緊張 他說梁克的老爸說 這個是對人類的宣戰 嘩很緊張 很緊張 那期還不知道是十四還是十五期 最後的一頁 這個是對人類的宣戰 然後下一期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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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混淚也算 他混淚也算 混淚也算 原來也是困糕你的 又是這樣的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去石環島那段是什麼時候的 石環島就是美國總統之前 他們就是畢業旅行去石環島 是啊我覺得整個節奏很奇怪 是的 你打算開戰 我記得他在石環島看了總統被人隊的那段影片 然後梁太有說 其實他也很遠 不是跟我們有關 我們可以繼續生活 我覺得有趣的是 我當時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想什麼呢 我當時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已經跟劇情沒有關係的 我當時是想著製作上面的東西 我就在想 嗯 江管倫很明顯就是想去旅行 於是就要去取材 是的 於是就說 劇情要去石環島 所以就要去石環島旅行去取材 然後我就在想 我就是想 為什麼香港以前以前沒有做不到這些事情 大哥你寫《中華英雄》 沒有理由不去 因為去紐約 漫記你沒有看過這本書的女封面 沒有 那個版本沒有女封面 因為女封面 好像有 因為他女封面 封面就會是角色介紹來的 封底後記 他有說過 因為那時候他畫銀八榮耀的時候 去了好地方取材 而做這套書 只是去了興井澤和不知道哪裡取材 所以他第二步就要寫這個石門島 跳你浪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呀 恭喜施用 恭喜施用是很合理的 我覺得 為什麼阿Long和Thomas今天沒有回來 你們創作漫畫的人 應該要多些掌握到這種情緒 但是首先要有出版社 沒錯 最重要是資助那部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出版社不重要 你不一定要是漫畫的 如果你做其他部分 總之有人出 你現在是投身在這個行業 不是自資的 你就要想這件事情 即是立刻要招贊 真的嗎 即是我們應該開Youtube 叫他們讓我們取材 哈哈哈哈 經常都說 想我們開冷一天 我們門再飛 混蛋 放機票給我們去旅 哈哈哈哈 另外有一些 剛才我們說的 混蛋那段 為什麼說是 很莫名其妙呢 因為其實他們裡面 曾經出過一個魔女 他一開始就說 他是可以 讀取別人的記憶 所以那個V機關 就帶了魔女去抽月園那些地方 站在那裡 在街上跟人對眼 不停看他 看我記憶裡面 有沒有其他走過的魔女 我看著這個屋子 這麼懶惰 這個屋子 接著 我這段之後再說 但為什麼我覺得這個位置很傻 他之後跟你說 阿爾基麗是可以感覺到其他魔女在哪裡 你問他就行了 他一早問他就行了 為什麼要搞到這麼豐盛呢 他在街上對眼 搞了很多事情 然後原來他的能力 不單止是讀取記憶 他還可以改寫你的記憶 所以那個魔女 就改寫了他的姦門的記憶 而獲得了自由 然後他在其中一個路人的眼裡 讀取了記憶 就找到良太 所以就接觸了他們 因為這個人是可以改變你的記憶 所以你一跟他對眼你就輸了 然後他說他對了良太眼 然後說洗掉良太的記憶 將他變回BB 梁太就在地上打扮 扮BB 然後魔女走了之後 梁太就看起來 幸好我過夢不忘 他洗不到我的記憶 真是神經病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對不起 他是有解釋為何他洗不到的 就是因為他過夢不忘 所謂的解釋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其實一個人他有深刻印象的東西 你不應該洗不到呢 所以是神經病的 這套東西真的是 不是 他後面硬硬兜了 因為 因為良太本身都不是普通人 是 你要看到後面才知道 不是 看到後面都不知道 是你硬幫他想這個答案 幫他兜了 是啊 是啊 他沒有解釋過這件事 只是我覺得 硬硬要說 都可以說到的 最後他們和這個魔女做了朋友 因為良太很照顧魔女 很幫助他們 魔女臨死的時候 就說他將自己的記憶 將他整個人 融入了在良太的腦裏 意識進去 他三分五時 就會突然感覺出來 大夫 我有點冷啊 就和良太聊天 其實他有很多魔女的資訊 但是從來都不會跟良太說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來 剛才我們說的 溝女的那段 有一天良太突然看到一條女 很大的 很漂亮 自稱是愛與美麗的女神 後面又沒有這個驅促器 搞了一大輪之後 這條女還要被馬奇拉殺了 然後良太還要跪在屍前哭 哭哭哭哭了一大輪之後 趕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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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個女生 是那個可以操縱記憶的魔女 所變出來的一個幻象 他就說人的大佬是有容量上限的 而我佔了你太多上限 因為你過目不亡 所以你的上限本身就 會消耗得比人快 你又不會忘記東西 不能清除空間出來 所以唯一現在能夠短暫 拯救到你生命的方法 就是我自殺 我只要在你的記憶裡面完全消失 那你就可以把握握出來 就不用死了 所以其實他應該都是清除了 其實他的過目不亡 就是在那裡廢了武功 所以就清除了這件事 但是剛才我說的這一段戲 因為良太有跟他吃雪糕 又逛街又看電影 而那段戲在美國總統死之醜 我本身打算進大直路了 這個V機關向人類宣戰 為什麼要吃雪糕呢 出來逛逛街 是什麼事來的 還有這一段 他有一段就是 坐著吃雪糕 跟那女兒 然後他遇到和美和初菜 誰遇到 他用了一個非常驚訝的樣子 最後發現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這傢伙很喜歡 無緣無故找一個很驚訝的樣子 然後就殺有街市 發生了一些事情 為什麼他有這樣的人 諸如此類的事情 他講回其實原來 其他人都看不到 因為這其實是良太的幻象 其實是 假設他旁邊坐了一個年輕人 初菜和和美 你這樣見到他跟那個年輕人在聊天 你是不會擺這個表情 也不會說我妒忌 還是什麼 他前面是做了一些 我很妒忌 為什麼你會跟他 跟女生一起吃雪糕 那些反應 他是真的假讀者 這個是看得我很不爽的 很不爽的 不是不爽的 而他為了想讀者 有時候是會吃雪糕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段 因為馬其拿有一段 第一次馬其拿出場 就去了找 因為那時候說 初菜會枯化 而他們搞定了初菜枯化那件事之後 剛好馬其拿就殺到上門 搞了一大堆之後 馬其拿的臉就開始溶 所以他就用瞬間移動回到機關 現在畫面這個可能有點難看 大家看到他爸爸 就看著在溶器裏面的馬其拿 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對人類的發展是多麼重要 如果你現在死了的話 我們的計劃就要推後幾年 Sorry,DKBody有這張照片 過了兩期之後 當所長想著自己可以大咬到梁太老爸的時候 梁太老爸就說 失去馬其拿已經不重要了 對我們的計劃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我問著 你都不想自覺的情 他說馬其拿是外星人和人類的混合 其實他說他是半神半人 你那些魔女就是外星人和基因混合人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老爸是培養到可以操控的 那為什麼要做一班操控不了 你說的好像是兩樣東西 但屌你其實在世上就是同一樣東西 有另一個很厲害的劇情 我不是說我沒有劇情 因為太多血 我怕黃標 那就是阿珊這個所長 現在大家左邊看到那條女 她就叫小野子 小野子所長 她就培育了一個新的亞伊基麗出來 叫做阿瑞斯特 就說她是比起亞伊基麗 即是阿靈子的家姊更加厲害 甚至乎為了要摧毀她的心靈 她就打靶在她面前 就抓了三個魔女在她前面 你給我殺了她 你不殺她 就我們殺她 因為很痛苦地死 因為她會取出她 然後她就會溶 很痛苦地死 然後她就不肯殺 那就取出其中一個 然後她就在她面前溶化 好了她痛苦了135秒 你是不是都不肯殺 我都不殺 又取出第二個 好了她痛苦了210秒 是不是都不殺 然後就慢慢逼她殺人 然後開始逼到她會亂救殺人 嘩嘩好瘋癲啊 亂救殺人 到底這個角色有什麼用呢 她之後 因為當她們在V機關 搞到大龍鳳的時候 洛基暴走 然後洛基就殺了 這個華爾瑞斯特 然後這件事就沒有了 我看了三十多四十頁 說她如何訓練她殺人 之後就沒有了 還有其實你說一下這個 什麼希特的時候 我看了兩次 第一次看完之後 我現在這次翻看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對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給我們聽 我看完都想問極黑在哪裡 這個畫面 最後不是全部都是黑海嗎 我知道 就是這樣 好嗎 整個東西 幹什麼啊 大哥 是她從書題開始 你已經不明白這套的重點 放在哪裏 而她開頭的發展 我覺得是一些 我覺得她那種級數大概是 那時候比較 為何我說阿添在這裡會好一點呢 就是阿添小狗這些漫畫 有一首就是 那套什麼極戰五秒殊死鬥 即是見面五秒殊死鬥 那她大致是那個層級的東西 開頭 但後面就完全是爛到 我完全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而女主角黑與靈子 由開頭鋪去勁鋪到後來 其實她都是沒有用的 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用 我覺得是 我覺得靈子她唯一 作為女主角她唯一有用的 就是她在第一部尾 制止了她的姐姐 是啊 接著第二部尾她 怎樣覺醒 又爆了超人模 那些 接著梁太趁機在她背部按鈕 按到她停了 按到中斷 沒有了超能力之後 自己衝過去 被洛杰吃了之後 就完結了 其實那女主角是沒有做過的 還有其實另一方面 你講到女主角 其實女主角我覺得她描寫 就算好一點 她其他角色大部分 都會突然間有一個很激烈的思緒轉變 而是沒有邏輯的 即是她的邏輯 都不是說沒有邏輯 但是超牽強的東西 突然間就會變得很自私 然後突然間又會 其實我不應該這麼自私 即是她有很多這些東西 去做假高潮 那如果說到這件事 其實五個女主角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五個女主角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五個女主角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即是或者在角色描寫上面 如果我會逛街內 因為我覺得她是五個女主角 算是最立體的 或者最多類型的 因為她有解釋她怎樣會享受 她的心態是怎樣去保護靈子 後來雖然她姐姐死那裡是很得銀 我都不明白為何會死死她姐姐 明明有很多潛力可以發揮 老實說姐姐死就預料了 但是好像你所說 死得很搞笑 好像你所說她姐姐應該要發揮多一點之後成 即是她的份量都多 所以對比起其他人她是複雜一點 我反而會比較喜歡 黑羽和小鳥這兩個角色的描寫 因為其實她兩個角色都是比較同種類 都是比較天然外一點 或者是想著直線的 因為她其他角色都不是很鑑 也不是很鑑使 即是鑑使 就會做一些懶複雜的內心戲 但其實那件事又是真的懶複雜 只是懶是內心戲 其實那件事很廉價 反而這兩個角色 即是即來即往 那還好 至少不會覺得 你又做什麼 等於 我爺爺死了就拍照 然後我永遠說爺爺 那些 他入了以後 我很想念你 那些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我覺得寧子 因為劇情安排了她的失憶 我就覺得很扭靈 我同意 我同意 而且第二部幾乎 他只是一出場就搞一下GED 因為他有個設定就是 梁太被人撩 他會不自覺用了他的超人力 他就是 除了再寧 為了這個搞笑 因為他是吉祥物 對 基本上第二部 他好像失了鐘 到最後 他也是女主角 給他一點氣 那種感覺 那種 你又知道大家是一隊 但我又不記得你 那一刻很扭靈 看得很不爽 其實我覺得他的根本論 在這套作品裡看到 其實他有很多概念 如果發揮也好 是會好的 而且他也可以做到一樣 就是沒有一樣發揮也好 都不容易 真的都不容易 萬記呢 我沒有特別有一個很喜歡 反而是我最不喜歡的是和味 我也是 雖然他一開始 其實也有一點設定 就是一個痴女 你當是誇張一點 就是 但是那種痴 後期去到真的太瘋狂了 我不喜歡這種角色 我本身就不喜歡這一類人設 無論我看什麼作品 包括看鹹片都是 很多人不喜歡看痴女系列 就是 還有後面開的色情笑話 開到 說得越來越無聊 是 沒有物品在裡面 是啊 色情笑話要好笑 不是純粹說了就算 就是拿球 說你大球 想做愛 還有說得越來越多 加上之後 梁太那個朋友 他也是色情的 一天到刻 只是想搏東西而已 是吧 這樣就變得更加多 雖然男生說話 沒理由入和美數 但是 這種形態我不喜歡 所以我不喜歡和美那個 那個什麼 還有 我個人是因為 你一開始鋪梁太 和黑月靈子這條線 是一條愛情線來的 是 但是一路到尾 其實中間全部都是和美 在那裡混合梁太的戲 那你可不可以讓我看回 主軸 如果愛情線都是其中一條線的話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 你的主軸 而和美的存在 也同時間削弱了我對梁太的好感 所以本身不一定要有很多 因為你從小到大都喜歡你 原本夢寐以求那條女 你怎麼會因為受到 這麼強烈的律言之後 就會有些對她同情 即使那些是同情也好 那就是假的 那所有事情都弱了 其實是假的 你誤會了她是什麼 你以為她是純愛 其實這個是NTR 其實是真的想搞的 其實是 我又其實什麼 因為梁太最後是 去到尾段 是答應了和和美拍拖 其實我覺得 但那個是同情來的 那個不是真的 我覺得不是同情 梁太其實是想用那樣東西 去逼自己 很棒